大家好,我是陆健,Jonathan Loo 加拿大温哥华地区前1%顶级房产经济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大温房产局最新公布的2021年9月份房屋销售数据 大温地区的房屋销售量继续超过代售房屋的供应量 大温房地产市场的房屋销售活动依然高涨 而代售房屋的挂牌速度继续遵循长期平均水平 9月份大温哥华地区房屋综合基准价格为118万6100加元 比2020年9月增加13.8% 比2021年8月增加0.8% 大温房产局报告称 2021年9月的住宅销售量为3149套 比2020年的9月3643套下降13.6% 比2021年8月的3152套下降0.1% 上个月的销售量比9月的10年平均销售量高出20.8% 2021年9月 在大温MLS上新挂牌出售的独立屋、联牌屋和公寓共有5171套 比2020年9月的6402套下降19.2% 比2021年8月的4032套增加28.2% 上个月的新挂牌数量比9月份的10年平均挂牌数量低1.2% 大温房产局经济学家称 上个月大温夏季房屋销售高于平均水平的趋势 和历史上典型的新上市活动仍在继续 尽管这时的代售房屋的供应量保持在较低水平 但房价上涨强度并没有像今年春天看到的那样 然而房价趋势会因房产类型和社区而已 因此在做出购房或出售决定之前 对您的位置和选择的房产类别进行本地化研究非常重要 目前在大温地区挂牌出售的房屋总数为9236套 比2020年9月的13096套相比下降了29.5% 比2021年8月的9005套相比上升2.6% 比10年平均水平降低27.7% 2021年9月 对于所有房地产类型挂授比为34.1% 独立屋的挂授比为25.5% 连排屋的挂授比为53.1% 公寓的挂授比为36.7% 通常来说 当挂授比持续下降至12%以下时 就会对房价造成下行压力 而在几个月内挂授比超过20%时 房价往往会面临上涨压力 大温房产局经济学家称 代售房屋的总库存仍然不足以满足当今市场的需求 这种稀缺性限制了人们的购买选择 最终增加了房价的上涨压力 现在联邦大选已经过去 我们希望看到各级政府与建筑业合作 简化创造更为丰富和多样化的住房选择 9月份 大温华地区的楼市销售量相比8月份基本持平 但是高于10年平均9月份销售量的20.8% 让我们具体来看一下独立屋 联牌和公寓的各自细分市场表现 和2020年同期相比 独立屋和联牌的销量分别增加了20.4%和8.4% 公寓销售增加了17.5% 和2021年9月份相比 各类房产品类销量都有少幅上扬 在挂牌数量上 独立屋比去年同期减少21.2% 联牌挂牌数量减少29.5% 公寓挂牌数量减少14.5% 现在所有的房屋产品还是属于卖方市场 独立屋、联牌及公寓销售价格保持平稳 但供应量还是不足 8月份CPI通胀已经达到10年来的最高4.1% 预计即将公布的9月份通胀将继续上升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 物价上涨速度将非常明显 原因是疫情带来的供应链中断 和运输成本的增加 而且趋势将在今年持续恶化 加上最近能源价格上涨 人工短缺 很多因素影响到经济恢复 比预期更慢 需要更长的时间 上述因素也造成全新楼盘和房屋建筑成本的增加 现在预售楼盘的开盘价格明显上涨 也间接证明了这一点 随着全新预售七房和二手房价格的价差拉大 这必然会推动二手房市场的销售兴旺 9月份市场新增挂牌和总挂牌库存数量 比8月份有所增加 但比10年平均挂牌库存还是低了27.7% 在市场上资金和需求充裕 贷款利率保持低位的情况下 供应量的不足 促使刚需买家和投资者 对入门级的公寓、连牌和独立屋 继续抓紧置换和购入 多方竞价的场景又重现大温 还未降温的楼市 讲了这么多 您所在区域的房产市 处于什么样的竞争情况呢 您现在是否应该挂牌赶快出手做置换 或买入自住及投资房呢 楼市复杂多变 那怎么样才能做到洞悉大温格华楼市变化 在您需要房产买卖时 做到胸有成竹呢 想解答上述疑问 您可以扫描我们的二维码 免费收到每月您所在区域的楼市分析报告 也可以直接联系我们 Jonathan Lu 路件 电话 604-868-9920 电邮 Jonathan at Jonathan Lu 来面对面为您免费做房产买卖 一览子解决方案的专业咨询和评估 请记得扫描我们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继续关注大温格华地区房市动态 最后祝大家2021年10月秋季平安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